三家吃酒的时候不喜欢搅扰 去 师父不喜欢搅扰 把树上的老窝给捅了去 走 捅捅了 三哥 太高了 得取个梯子才能够得着 太高了 麻烦麻烦 抬什么梯子 把这个树拔掉不就完了吗 千金币盗拔垂扬柳 三番式 结义抱子头 大家好 我是二面库 鲁智山被几个火工盗人 骗到集市上破了酒界 一路耍着酒风回到了文书院 叫了半天门 无人应答 这股邪火可就撒不出去了 操起门旁的芳木 叮叮光光把看门的怒目金刚给砸了 理由呢 是拿眼睛瞪自己 这还不解气啊 站在金刚的残躯上 纵身一跃 破门而遇 谁曾想 四里早已严振以待 等着这个孽子 此时的鲁智山已经丧失了判断能力 掏出怀中狗腿 就想与大伙分享 为剃度之前 他鲁达可是一个义子当头啊 有难自己扛 有福 大加小 这狗腿还真是他好心一片 可是放在这帮和尚眼里 这是什么呀 这是对佛祖的大不敬啊 纷纷以棍棒带直 鲁智山一看不领情 那就别怪撒家了 最痛打呀 整个文书院里 基本没有不带伤的和尚 酒醒之后 再次面对智山方丈 鲁智山无话可说 住持在上集就说过 若再犯戒 文书院将没有你容身之所 但好歹师徒一场 智山不能不管智山呢 铅笔书信一封 让鲁智山带着 去东京大象国寺 找自己的师弟 智清 在大象国寺 某个执事 临走前 送给智山四句话 你的后半生 将御林而起 御山而赴 御水而行 御江而至 佛弥陀佛 鲁智山虽然不懂 但日后将一一应验 下山之时 曾经坑害他的几个火工道人 却面露不忍 是不是有点过了 鲁智山坦然一笑 不计前嫌 提仗而去 话分两头 鲁智山赶路不表 咱先一步赶到东京 炼物场上 身为八十万禁军棍棒教徒的林宠 正在上课呢 可是府中的娘子 却已盼富贵 官人 娘子 锦儿 快去打点水来 让我自己来吧 官人在外操劳 为妻也无法分担 回到家来 轮也轮着我了 这等琐碎的事情 让锦儿去做好了 和老娘子 他做和我做可不一样 难道官人 不曾体会 娘子 可真心戏啊 老夫老妻 腻腻歪歪歪 不难看出 这两口子的感情 一个字 浓啊 林冲简单的洗漱过后 与妻子张真娘 对膝于饭桌两侧 正相互夹菜呢 有客道 谁呀 鹿于侯 鹿前 他与林冲 是老仙儿 在老家的时候 是干染坊的 后来被陈六子挤垮了 落魄之下 到了东京 在林冲的举荐下 才有了今天的仕途 今儿提礼来拜呢 没有别的 俩字 谢恩 林冲也是敞亮人 师父领进门 修雄靠个人 你能爬到今天这高度 是你的本事 阿聪替你高兴啊 只要你不坑我 咱俩永远是兄弟 那绝对不能 二人推心致富 推杯换斩 喝得好不痛快啊 酒过三巡 路前告辞 这喜喜述述 两口子就准备歇息了 张真娘提了一个要求 咱俩成亲都有年头了 可是半子皆无 自己想在下月十五 去趟月庙 上个香 求个子 也免得你临家无后啊 林冲一听 好事啊 我陪你去 一夜无话 次日 太未复 高崖内高坎 正与他人斗安纯呢 没错 正是当初跟高二哥 屁股后面的高坎 一片中心 成了高求的甘儿 这几番下来 斗鸟输得是灰头土脸呢 这时 路迁来见 花重锦给崖内搞来一只极品安纯 使得高坎横扫千军 不难看出 陆迁为了攀仕途 下了大功夫啊 与此同时 东京的大象国寺 鲁志申终于到了 志卿长老看着书信 再看看这花盒上 不免埋怨起了师兄 这杀人犯大闹舞台闪 你们管不了 反而把这祸害丢给我了 让我怎么弄呢 可要是打发回去 难免伤了师兄弟的感情 留下吧 怎么安排呢 这手作倒是有个主意 看这个人的模样 全不像个出家人 要留 就让他管菜园吧 酸枣门外那片菜园 常遭一群泼皮侵害偷窃 棺材员的老和尚 敢怒不敢言 志卿听完 那感情好啊 他鲁志申如果受不了袭扰 自愿离去 也不能说老纳绝情 这事交给你办 得嘞 瞧好吧您 这边鲁志申一挺 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菜头 就不高兴了 这真方丈说好了 到这来 最少能做个都寺和监寺 怎么就种菜了呢 手作给的理由也很充分 都寺和监寺 那可仅次于方丈和我呀 你来就给顶了 谁能服你呀 从菜头好好干 只要表现好 一级一级省 加一时 住持那位子 你都有机会 鲁志申明白 堂塞呗 人在屋檐下 只能做菜头了 明天咱就上任 大象国寺委派僧人鲁志申 前来主持菜园 原来老和尚管得好好的 为什么换他来 这是肆立的事 我不大清楚 只听说是 菜园里的菜常有贼偷 陆志申来了 贼就不偷了吗 这些都是我管不了的 主持马上就到 你们问他去吧 刁难贴卷和尚的这帮人 就是手作口中的混混 要说他们与菜园子 有什么不解之结呢 很简单 什么是混混 整天游手好闲 没有正经营盛的人 这帮鬼又加上一条 好赌 赌输了 没钱了 怎么办呢 偷菜 换钱 再赌 所以成了菜园子的顽疾 今儿这片换了菜头 那不是断了自己的财路吗 几人一合计 得给新来的和尚 一个下马威呀 让他修管闲事 计策呢 采用的是三十六计当中的 出其不义 攻其不备 几人合力 粪坑里睡 这说干就干 带着礼品 拜见了鲁智神 特意将老鲁 引到了粪坑旁边 听说大象国寺 换了菜头 备了份薄礼 西方长老笑呢 看着眼前的礼物 鲁智神还有点不好意思呢 自己就一菜头 收什么礼 眼看着和尚放松了警惕 张三大贺 上啊 这下马威迷历程 吊粪坑里的几个混混 倒是多了一个名号 骚门六节 六个倒霉袋 洗了干净 进了屋 听评 好汉发落吧 他鲁智神行侠仗义 岂会跟几个泼皮 一般见识 让他们来 是想告诉他们 偷鸡摸狗 不是长久之计 最好 找个正当营士 在没找到之前呢 缺个撒瓜俩走的 到我这拿 好吗 总之一句话 人得走正当 老鲁的随口之言 没想到 骚门六节 听进去了 隔天就去找活了 一晃 到了十五 曾经的泼皮 带着辛苦赚来的钱 买了酒肉 孝敬鹿之身 有道是盛情难缺呀 酒肉都送来了 让人拿回去 有点不进人情 喝吧 其实啊 还是嘴馋 这一碗接一碗 喝的那脚欲痛快呀 这喝的正尽兴呢 被门口柳树上的乌鸦 搅了兴致 六节之手的张三 告诉李四王武 去 把鸭捅了 俩人到门口一看 这柳树粗 得有一人能报 高 有三丈不少 根本上不去呀 李四让师父慢喝 自己 回家取个梯子 哎呀呀 麻烦麻烦 抬什么梯子啊 把那个树拔掉不就完了吗 骚门六节相视一笑 咱知道你有真本事 可没想到你喝点酒 这么爱催牛逼 那是树 不是草 说拔就拔呀 鲁智深一瞪眼 出家人 不打妄语 走 一帮人到了门口 鲁智深看了看柳树 不细眼 硬拔 够呛 鲁膊胖晚秀 啪啪两记铁山靠 将树根与土 给他撞伞 接着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 一人抱的大树 就这么被一凡夫俗子 给拔了 谁见了都得挑大木格呀 六节兴奋之余 让师父借着酒劲 再给耍套残杖可好啊 鲁智深笑了笑 这树都拔了 就让你们一次爽个够 操起六十二斤的残杖 就练了起来 耍得正爽呢 只听墙外传来了一声 好 谁呀 鲁宠 今天十五 陪鲁娘子到月庙上校 自己无事逛到此地 看至庙处 情不自禁脱口而出 鲁智深一挺 你能看出门道 想必有两下子 张三告诉他 此人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啊 哦 那感情好啊 正愁一人耍着没意思呢 来呀 过两手 龙卷深 师兄的邻驾强法 是从哪里学来的 我叫林冲 这不巧了吗 这不是 鲁智深小时候 在东京的林提侠属下学过棍 那时候就耳闻林冲 说到底 俩人还是师兄弟呢 今天再次相遇 必定是老天安排呀 不如一劫金兰如何呀 林冲也是性情中人 正有此意 兄弟二人勾肩搭背 去了酒楼 这也引出了下集 高雅内 抢锁林娘子 抱子头 身陷白虎堂 今日你手持钢刀 四闯白虎堕堂 分明是要刺杀本官 来人 救 太尉 你可不能诬陷林冲啊 给我拿下